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Facebook专页同步直播 台湾杀人案疑反陈童佳出狱已经将近一年 死者潘晓永的母亲近日就多次接受传媒访问 要求陈童佳在下个月23日出狱满一年之前去台湾自首 今天潘妈妈再透过《立场新闻》的记者 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 希望当局不要再安排警方安全屋给陈童佳居住 林郑月娥就说不会评论警方如何处理 被问到会不会亲自见潘妈妈 是不是将陈童佳自首安排 爱判了给管号名牧师 得手就这样回应 陈童佳已经在香港是服刑了 原不也都是履行了法律的责任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人 对于潘妈妈来说我早前说过了 不过可能我越说你们再去报导 就令到他可能情绪上更加波动 其实特首已经不止一次提到 陈童佳在香港服刑完毕 法理上是自由人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警方又安排安全屋保护他呢 陈童佳是否真的可以自由选择 去不去台湾自首 还是有其他因素呢 在电影天能主角进出时间逆行机器 尝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最终发现都是引致注定的结局 如果一切都改变不了 自由人陈童佳一日不去台湾自首 死者父母以至香港人 又可不可以就这样释怀呢 其实面对改变不了的事 我们有多少自由可以做抉择呢 因为疫情 立法会半届选举延期至少一年 原本明天就戒满的立法会会期 也都要顺言 立法会议员要选择接受延任 还是辞职 建制派早就表明会流阴 但民主派就有一些分歧 讨论多时争论多时终于有定案 民主派早前都决定 会依据民调结果决定去留 受委托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今天就公布了结果 在2500多个受访市民里面 有730多人是民主派的支持者 其中47.1%是支持留任 另外45.8%就反对 看到了支持和反对其实都不过半 不过大部分民主派议员都决定留任 对于这个民调结果 我们说了 如果不过半数 我们做一个政治判断 而我自己的判断 在责任上 在运动上 在大局上 我们应该留 在个人的意愿上 我宁愿走 而公民党陈淑庄 就以个人理由决定不留任 他将会同时退出公民党 而议会阵线的朱凯迪 人民力量陈之传 昨天已经表明不会留任 目前立法会已经有五个议席 是远空的 加上三名民主派议员不留任 有70个议席 但就只有62个议员 民主派有21人 比例跟之前一样 都是三分之一 留下的民主派议员 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之下 会如何守住议会战线呢 选择离任的 在议会外又可以做到什么呢 而另外 一早已经表明会留任的建制派议员 上星期就和中联办会面 商讨议会未来工作 这个消息由明报专栏 首先报道的 就说上星期一 中联办就和建制派的议员见面 之后何君尧就在建制群组发短讯 将座谈会里面具体内容的重点列出 说未来一年议会有三座大山 包括整顿司法界、教育界、社福界 另外何君尧在短讯 又建议改革港台 设立记者登记制度等 事件报道之后 又建制派就不满何君尧将会面内容外洩 又何君尧所说的不是建制派共识 不过何君尧就在自己的Facebook拍片回应 说司法、教育、社福三个问题 大家都耳熟能长 太阳底下无身事并非洩物 无论会面的内容是怎样 所谓整顿三座大山并非空月来风 过去一年因为处理反修例风波的案件 司法机构屡受评击 民建联周浩鼎、葛佩凡 就多次提出有法官判刑过轻 要求成立监察司法委员会、量刑委员会 以检视法官判刑的准则 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其实就在8月底接受过凤凰卫视访问 当时她没有提到司法 但就有说过教育、公务员管理和传媒都需要撥乱反正 言右在意 有报道就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上个星期和多个公务员团体会面 透露政府下个月会发出通告 安排今年7月1号起入职的公务员 宣誓或者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而现职公务员宣誓就会分阶段进行 同样是上个星期 警方就致行四个传媒公会 修改警察条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 记协和摄影记协会员将不会被承认是传媒代表 种种事件或者可以看到 特区政府撥乱反正的决心 在电影天能的故事主角多次逆转 发现无论顺住行还是逆乡行 其实都在同一时间续 要发生的最终都会发生 结局不会改变 如果没有陈同奸案 香港或者就不会出现所谓乱象 但既然已经发生的没有办法改变 或者可以做的就是选择怎样生存 选择自己认为对的路行 好像一些过往尖锐评论性权的时事评论员KOL 在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 还可不可以畅所欲言呢 他们又会怎样适应现在的政治环境呢 听下他们怎么说 近年香港对立的政治气氛 吹生了一批本地名嘴 坊间称他们为KOL 意见领袖 其中有些没有明显政党背景 在电台报将社交媒体评论时证 因为立场鲜明 占锐批评 吸引了一批人追随 网站上一条片的点击率 可以高达几十万甚至过百万 随着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部分猛烈评击时证的名嘴 现在已经移居海外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各位兄弟姐妹 那我祝我爹地开Live 因为本身呢 你是想录一条片 就讲这个国安法 因为呢 我和美国的政界 和投资那方面 那些基金的人 是非常之熟的 员工仪今年71岁 四个月前开始做KOL 他原本是生意人 和内地关系密切 他开麦港犯修例事件 又带港港区国安法 言论相对骗击 以法灭供 要拿9000个共产党员 都定为犯罪分子 我就想在英国 就去英国高院 英国高院那里 就起诉中共 破坏了这个中英人的声明 没有啊 不要说事实求事实嘛 现在他这样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已经 好像他这么说 已经是历史文件了 已经是无效的嘛 如果无效合约 未完成无效的话 当然是麦归原主了嘛 那个主权已经不属于他了 不属于中共了 他说自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没有准备 网上片段的声音时大时小 但仲无外支持者追看 他现在身在美国 但说有机会就会回香港 我这边还需要 起码做一两个月的事 如果有机会 我真的回来 他现在不出奇了 桑普是香港人 在台湾读大学 在美国取得法学碩士 近二十年在香港做律师 他从2007年开始写专栏 四年前做了网台的时事评论员 不时批评政权 他一直幻想着所谓的八个大字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你一夫当关 这个绝对不是复合外交离节 还有你一夫当关 中文叫独夫 独夫文责 就是说你独裁者的意思 他原本打算一直开麦 但是港区国安法在6月30日通过 他决定移居台湾 以前做KOL 我记得有两个红线 不跨越就可以了 第一条红线就是不要诽谤 第二个就是不要藐视法庭 这两条红线守住的话 基本上KOL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问题就是现在去到这样的位置 不是这两条红线 现在加多四条红线给你 你会看到有颠覆 分裂 恐怖活动 还有勾结外国势力 这些名词 如果读法律大家知道 叫做不确定法律概念 全部可以任他解释的 而解释的最终权力就是人大常委会 小心 既然有一条路来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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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跟他苦战的话 我若他强 他一定会占他绝对的优势 你看到很多人士 要么就已经被人没收护照 甚至很多传媒都禁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能够发挥严谣監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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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 然后我可以做的 所以 它不是一个问题 我站在这里 能够给你一个保证 的什么你或是不做 在这些日子和年纪额额 但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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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加伦是专栏作家 也曾经主持电台节目 言谈 文笔充满辛辣 指向特首 警方等 香港警察公安化 检控机关一人独大 港澳办 中联办 党媒说 初选严重破坏选举公正 是赤裸裸裸 经济学人形容 共产党不再需要你外务 只要你恐惧 在香港的私械上 全世界都看到极权的面目 我的评论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根据事实 还有指出某些人说话自相矛盾 前言不对后语 这些都是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 如果我都收口的话 那是否说事实也不行呢 你整个国安法由你告不告人 谁告 由法官是谁 全部都你做了 这件事其实就是专制统治的特征 这件事实是专制的 这件事实是专制的 只在是要法官判断 那个人的动机 其实就是诸心 其实这样判断是非常主观的 现在你看到实行起来 就是有一些口号叫出来 都已经可以告 最少都已经先抓了你 这里也有一个恐吓威吓的作用 令很多人都会担心而收声 全国香港人要加油 先买口号 健康港族也要买口号 五大刀酷 全一刀酷 五大刀酷 全一刀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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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政府其实很收家 殖民地时代也过了这么久 你为什么要找回几十年前的法例 去告人呢? 他拿着一个光復香港的旗 已经可以抓了兼告你了 显示到其实国安法生效之后 本身那个言论的赤道是收紧了很多 出书的会小心了 出版社会小心了 写开东西的人会比较小心了 有些专栏都不写了 Facebook是 faceless的 大家要跪继续关注那十二名香港人 被拘留了在深圳盐田的拘留所那里 因为我真的不能够… 陈志雲是城中名嘴 既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又是时事评论员 他性格鲜明 不时会在节目中野鱼嘉宾 我没有做好我就是议员的角色 我是非常难受 我想你也不会是无端端作出来的 你这么有感触 有时还会骂人 这些就是死蠢 你不应该这样去表达 真的觉得很可恥 不存在的 你作为特首是否应该解给他 这也不可以是精神病 精神病是客观的观察 可似是主观的感觉 观点是重要的 是好事 如果我没有观点 我只是像布幕机 或者做一个交通督导员 你不用我做的 我叫你做 就因为想看看你的观点 你的观点是如何 人生有罪有散 这个世界无不散之言直 很多时候有些决定是来人尋味的 将来会不会再见 大家拭目以待 再见,各位朋友 我看到的现象是有些感言的人 是引退 这个说了 法例对传媒一定会有影响 因为在传媒里面工作的是人 人是会有恐惧的 当他对于一些不明朗的东西 又不知道这条法例应该怎么 又不是我们熟悉的时候 连专家都说不知道是什么 那你自然人就会有自己的封锁线 我认为这些媒体很重要 这些联络的联络 正确和正确的联络 正确实地在发布的新闻 这些发布的新闻 这些发布的新闻 可能不可能会 准备到你 准备到国家的安全法律 香港现在2020年 其实是等于 中国的1949年 你要做一个胡锡 胡思念的角色 就是说 离开共产中国的宰制 去到台湾 去到中华民国 或者说另外做张东宣 被人批准得很惨 1949年 胡锡 胡思念逃离不平 其后在台湾的学术机构 担任要职 留下的文人命运继异 有人自杀 有人选择跟党走 龙有难 直接要做他的喉舌 一个中国哲学的大师 竟然要写 为共产党唱赞歌 自杀的 被自杀的 失踪的 被禁声的 做奴才的 什么人都有 但我不想做这个角色 地乡别者 没有人会这样想这样做 为了自由 我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安全 才可以真正的自由才出现 我们做评论工作 为了所有知识的工作 必须要吸收新的知识 在香港你可以买到这些书 习近平 喪尸治国 禁锢冲撞自由 买买到 买买到 戴熊猫的利爪 港加拿大的 中共的渗透 买买到 你连吸收新知识的机会 都断绝了的时候 你等于 就是 日日吃完 垃圾食物一样 这样的情况 会很大势 所以我很希望 在台湾上 能够有这样的空间 让我做到这件事 那把刀就在上面的头上 那把刀 谁操下来 操不操下来 不得你评估 与其是这样 不如照上生活吧 林郑月娥说 我们的表达自由 是继续享有的 以前的东西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 大家应该要收厚 大家基于事实的评论 这些事情 社会的观察 这些应该是继续的 如果大家这么快就收口 就正中下坏了 现在的香港 在2002年已经死去了 但是香港人是不会死的 因为我看到 香港人的战斗精神 那种对于理想的执着 对于人性的那种坚持 是始终无识练度 燕吶自由不是无界限 但不等于可以任意限制 对于社会受法院裁决的 被批评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 上个星期出声明 说法庭所有决定 都可以公开被讨论 司法机构也可以被批评 但任何批评 必须理由充分和恰当地提出 司法机构绝不应该被政治化 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 包括曾任特委裁判官和暂委裁判官的大律师 刘伟聪 还有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钱志勇 也是监警会的成员 两位一起谈 不如先问一下两位 现在司法机构 是不是有一个政治化的情况 我又不觉得有政治化的 就是我们不能够听表面的一些 说他有政治化的 就是我想知道你的话 是他们自己说有政治化 因为人家说他有政治化 你有个问题? 是不应政治化 就是马官的说法 当然 这些是第一日读法律已经知道的了 但我现时觉得没有政治化他们的 而我认为他们自己还运作得很正常 我认为 那如果政治化 我们是指法官判案的时候 不应该受自己的政治考虑而影响 又或者不应该受住市面上 那些人的政治情绪而影响 那我就认为我们的法院 目前用紧守这个岗位 是没有被政治化的 不过我认为法庭在一个任重导演的机构 是不应该回避政治的 政治就是众人的事 孙中山先生跟我们说 政治就是跟我们安居乐业非常之有关系 跟我们权力的分配 如何使用权力 这件事有关系 所以法庭是不应该去避免政治 只不过在做决定的时候 不应该受着任何人的政治偏见所影响 那他说的是完全是正确的 但实际是法官内人来的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决定 就外面很多人看到说不公平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如果他稍微去听法庭审 和看他里面写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公正的 当然是有一部分 少数是不公正的 因为他都是人而已 我们感觉他不公正 但是你可以上诉的 所以我觉得运作 都是很合理的 现在 有少数是不公正 少数被人感觉不公正 那就上诉了 是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是有人的感情 是有的 你说不说没有 都是冠冕堂华说没有 是有的 我想看看如果是相关人士 例如被告人 他觉得不公正 不公平的 绝对可以上诉 但是目前 风风雨雨 在外面讲这些 讲几样的人 他们其实有没有看过 整个审讯的过程 有没有考虑过相关的证供 例如周浩鼎 例如葛沛法 这类人士 他口口声声 就指控某一个裁判官 说他是偏黄 说他是放了一些示威 或者是抗争的人士 其实这类人 在攻击司法机关之前 他们有没有任何证据出来呢 以我所见 是零 其实对法官上面 会不会有些批评呢 其实是否一些公道呢 你认为 我说清楚 我和他的看法 现时 我是满意的 那个司法制度 但是你说 他说他外面有些人 胡说话 那些这样 那就 无可否认是有些政治色彩的 是有的 这些是没得禁止的 这个世界 你好像说 怎样公正都好 美国的 都是总统 选择个judge 你说他有没有偏开 说出来一定没有的 但实际我认为是有的 就是人的因素 人的因素 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没有可能是这么理性 就是idealistic 没有可能的东西 而先生你觉得对 人的因素 因为所有的制度 都要人去运作 去人去营运 去人去判断 去人去诠释法律 所以有人的参与 这个绝对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这个人 在做决定 去做解释 去诠释法律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受制于一些规条 我们所谓 rule of law 为什么呢 就是rule 就是用我们的法律作为 去理定我们行为的准则 而不是说我们要 将所有人的人性 或者他的判断 至于这个老后 或者自尊门外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法官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人生经验 甚至用他的常识 来判断 这些正正就是我们普通法要求的东西 其实他说的东西 我也同意过 也有一帮人 刚才他提到周浩鼎 同一时间也有些律师 背景也说这些 也是跟他相反的 很离谱的 名字我不想在这里说 换句话 一定是有一帮人 不论他黄与蓝 讲得名 他们有的思想 全世界都有 例如去读书 一帮人 有些人说这个科学是浅的 有些人说这个科学是深的 这两批人叫他走开 入错班房 人当然有的 但是有个上诉制度 所以我觉得 现时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个法律制度 施陈 我觉得很多时候 社会的讨论 经常觉得法律就是法律 政治是政治 两双是不会有任何重叠 其实这个是错的 在现代社会里面 基本上 我们的公共权力 无缘忽戒 例如主持小姐 你今天坐在这里 就是因为 上面的人还没搞你 所以 有什么权力 是不会有政治影响的呢 而如果我们的法院的判决 是影响我们的民生 影响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话 这个判决 必然有政治影响的 所以我经常觉得 法庭是不需要回避政治 法庭反而应该 在一些政治的事务上面 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他的裁决是不是 反正我不同意你说 法庭要考虑政治 法律就不应该考虑政治 政治留给政治人考虑 我和一些香港的高官谈过 他们表面官领堂皇 他说我们不考虑政治 例如Department 不是讲警察 不是讲什么律政 但是他跟我回答我一句 前生你说我们不考虑政治是假的 反过来说而已 我就贊成考虑 但是法庭就不应该考虑 我认为 前生这个说法呢 其实呢 就是很多市民的一个看法来的 觉得 觉得法官是不应该考虑政治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法庭呢 不应该凭自己法官的政治取向 而去决定一件案 这个我相信 没有人会有意义 但是法庭 在处理公众利益的过程里面 是应该考虑到公共权力 以及政治的影响 好 我想我们的讨论是继续的 但是电视的讨论 就暂时去到这里 麦是怎样的 那个专业的讨论继续 那我们就继续谈谈谈 刚才说到 对 我们的讨论 对 对 感谢观看